辽民罪汉连路都走不稳 联手揪住绿衣男子的衣领 做事要打人 从店外一路推进店里 一旁用餐民众频频回头看 交头接耳 三个人在店里头推来推去 其中一位女客人看不下去 上前劝架 结果让黑衣男子火气越来越大 拿起手边的椅子 就往绿衣男子身上砸 时间到回十分钟前 画面左上方 喝得醉醺醺的万幸男子 来到肉粽店吃饭 身体摇摇晃晃 自言自语还怒摔盘子 让旁边的女客人吓了一跳 吃完饭店员请他结账 男子不但不付钱 还故意把挖柜打翻 一旁男客人上前制止 反倒挨了一顿骂 之后万幸男子变本加厉 打电话扣朋友助阵 两名最看这位店里头 跟客人起冲突 眼看照扭打成一团 幸好警方及时赶到 一看到警察到场 两名男子不但不收敛 还大声咆哮 攻击远警 最后被优势警力 制服在地 重回事发现场 肉粽店员工都很低调 虽然晚上经常有喝醉民众 到店里头用餐 但不付钱闹场 还是第一次碰到 虽然事后店家不追究 但两名罪汉袭警被法办 酒醒后发现自己住下大错 回不当初 记得陈子芬张若鱼 台北报道 中间的资产 炼 小野尽